Hello,欢迎来到其实你应该,我是Dandy 今天要聊聊其实你应该了解 别再乱点鸳鸯谱,五个脑人的matchmacker行径你可遇过 我最近意外的听到这个英文单字叫做matchmacker 这个词呢,其实你要直翻成中文 就是有点像是没人,或是你朋友之间 很喜欢帮别人乱配对,就是乱点鸳鸯谱的人 那这样的人呢,就是真的是无处不在 你是否遇过呢,首先第一点就是 他们很喜欢约朋友的朋友,然后互相的介绍 或是制造机会 通常都是那种饭局,你跟他约吃饭 但突然之间你们这个饭局就会莫名其妙出现一些你不认识的人 或是你们可能约好要出游去某个地方 但到那边做饭说,接待的那个人你不认识 而且突然间就会加入一些新的伙伴 而这些伙伴可能是他的朋友或是他的朋友的朋友 但其实如果只是一般朋友的聚会 或是就是加入一起去玩 像也是合理,也不会觉得尴尬 但尴尬的点就在于 他们就是会有意无意的想要撮合你们 就是叫你们去买东西啊 或者叫你们坐在一起啊 然后就是丢球啊 聊天过程中就会不断的扑梗啊 他说,他单身哦,他现在也是刚分手哦 你知道,就会让你们的聊天变得无法 真的很正常的,就像一般朋友认识这样 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如果很热情的跟他聊 像就是坐实了,我就是很想要认识他 然后他也会觉得很尴尬 或是我太过于热情 会不会给人家觉得我在装熟 因为就是有这个朋友朋友的关系 所以你也不好意思说 就很直接了当的说 哦,这类型人我不喜欢 或是我跟他就没来电 你就开始会基于一个社交礼貌 第一次见面 就是很客套的在聊天 而如果你本身又是哀人的话 这种场合就会让你 就是说,我真的很想回家 我真的很想离开这个局 但有些人就是他过于乐情 他就是会打着说 我是为了你好耶 我是在介绍这个人给你认识 我觉得你们两个就是很match 刚好两个都单身 为什么不认识看看呢 为什么不聊聊看呢 但你知道年纪见真之后 有时候这些社交的场合 你就会想说 我今天难得放假 我就是要relax 我就是找几个 真的是我跟他很熟 我在他面前就挖鼻齿 然后聊一些实批妙的事情 很像都OK 就是我可以很放松的聊天 很放松的在这个场合里面 就是休息做自己 但如果有一个不认识的新人加入 那你就会觉得说 我像要打起精神 或是要 就是要营业中 就是我至少这个形象要顾及 或是我就要拿起那个 我今天要认识人 我要多发言 我要多开话题 你就觉得很累 所以这个第一点 有些朋友他就是很乐情 会想要制造机会 撮合你跟他的朋友认识 那这个状况也会让人家觉得很恼人 接下来第二个关于说 恼人的match maker 行径就是二 你有没有遇过 你能在学校吃起 就是你身边有些朋友 他们就喜欢乱配对 就你只是偶尔跟那个人 比较乐乐的在聊天 或是跟他就是 刚好一起做作业 或是分组的时候 分到同一个组别去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闲言闲语 或是制造一些谣言说 他是不是喜欢他 原来他就是你老婆来了 你老公来了 就是会取这种很幼稚的绰号 或放一些假消息 就是有朋友会乱讲说 我昨天看他们两个走在一起 他们是不是一起回去了 就是他陪他回家 我看他们两个用同样的情侣戒子 情侣的笔 你知道小时候就是会很幼稚的 想要撮合同学跟同学之间 就是创造一些暧昧的情愫 但有时候他们两个刚好 可能真的就是互相喜欢 那就是撮合也是一桩美式 但就大多数时候 他们两个根本就是 你知道就是一般朋友 可能是互相讨厌 但就是会被这些谣言 或是八卦 给变得就是很尴尬 你本来跟这种就是一般朋友 以前可能还可以聊回几句 但因为现在这一层 就是大家想要在起哄的缘故 你就不敢跟他聊天 甚至会刻意的疏远他 然后摆臭脸或是冷淡 就会让关系变得很奇怪 那这是比较幼稚时期 在同学之间的相处 那在升级到出社会 真的有些同事 还是喜欢做这种事情 就是他看到某个同事A 就最近单身 他就会想要帮他撮合 这个同事B也是单身 他就就到处的说 我觉得你要不要去约他吃饭 或是开会的时候 就故意安排你在他旁边 或是什么围压 故意让你们去筹备 派你去跟他一起去做 这什么服务会的事情 他们就是会很热情 想要做这件事情 但有时候说实在 同事跟朋友还是有点落差 你有时候不会跟同事 讲太多你自己私人感情的事情 除非是很要好 即便是有些同事 你可能平常跟他聊天 聊得蛮来的 但是你在感情之后 你可能不会想跟他分享太多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 你其实私下可能是有另一半 或是私下其实是有暧昧对象 但他就是在公司里面 就要营造出这个 想把你们两个凑一对 这个情势 就会让你跟他很尴尬 也会让其他同事很尴尬 说不定你其实是对另一个同事 有一点好感 但因为你这个同事乱点云阳谱 导致你也没办法去跟这个 你其实真正有一点欣赏 有点喜欢的人去跟他互动了 因为大家都觉得说你是喜欢另外一个人 会让你错失机会 那更不用讲朋友之间 就是非常幼稚的 在路上有些朋友就会说 你就跟他搭讪啊 或是遇到一些什么酒吧的饭局啊 或是什么之类 他就说那个女的不错 或那个男的不错 你赶快去跟他要IG 或是跟他要什么Line啊之类的 这种就是互相其哄的事情 有时候如果你刚好对那个人 是有好感的话 那朋友这个push 可能可以的确可以加快 或是让你就是 然后有那个动力去 好啦那我就去试试看 去要个电话 反正也没关系 因为就可以说是朋友起哄 但有时候你根本就是 完全无感 或是你对这个人 就是想说 我跟他真的是合不来 聊不来 就硬着头皮去要 那对方可能还误会说 你跟他真的有意思 然后开始很热情的 早午晚安的虚寒问暖 你也会变得很尴尬 最后面就有点起乎难想 而就第二点就是那 因为环境 你被框住在什么 同学啊同事啊 或是在这个热闹的场合里面 就被启红 你可能也会被乱点鸳鸯谱 接下来第三个关于说 脑人的matchmaker 行径就是三 帮身边的LGBTQ plus 这些朋友们 找他的另一半 就是你身边可能 就是有这么101个 同志好友 但有一天突然发现说 你那个公司里面 竟然有一个人 也是所谓的同志朋友 那就是 刚好两个都同志 我要不要介绍你们认识 就是很多很热情的 异性恋朋友呢 他就是 其实不会去在意你说 你到底喜欢怎样特质的人 或者你欣赏怎样类型的人 他只是单纯觉得说 你也是女同志吗 你也刚好是女同志是不是 我有个女同志的朋友 我可以介绍给你认识 他根本没有在 认真的帮你思考说 这个人到底适不适合你 或是你平常 跟我聊天的过程中 这个型是你喜欢的吗 他们就是怀抱着 一腔乐血 一腔乐情的 就是把你 就是默默的资料啊 照片啊 都赶快递给对方看 但甚至未经理同意 他就是 谁帮你出轨 那这个状况之下 有些人就觉得很困扰 说我们就根本就 不可能在一起啊 我就不喜欢 这个类型的人啊 但当你把资料 给出去之后 就会变得个 很尴尬的点 你这两个朋友 到底要不要互相 稍微认识 还是说 其实就双方都知道 说是没意思 没感觉 但如果我们两方都 装 就是没事 然后都已读不回对方 然后他传讯息 或者要约 都当做没这回事的话 中间人 就会变得是 里外不是人 就会觉得说 你干嘛 你看吧 你就是对我没意思啊 你还硬要把我推销出去 你看现在绕得 我又是 自己内心受创 我就觉得说 好啊 你看我就是 没人爱啊 就是 这个朋友可能 就会变得里外不是人 所以 真的是不要乱点 鸳鸯谱 而就第三点 现在第四点呢 所谓的 脑人的 matchmatch行径 就是死 来自 长辈 而且这些长辈作为 真的就是 普世 就是在 各个世界角落 都会有一种 奇怪的心境 你会发现 有些妈妈 或是有些爸爸 他在路上 真的是路上 遇到一些 不错的 女生或男生 他们就会问他说 诶你单身吗 我儿子现在在念大学 我儿子最近 就是很知道 是金融业的 他在台积电工作 我女儿 现在就是学美术 我女儿就是 现在在当老师 然后在金融业工作 什么这些 就是会想要帮他牵线 或是他觉得说 这个女生很像 个性不错 他是个餐厅服务员 然后他的服务态度很好 或是他可能 外形 他觉得 哇就是很适合当媳妇 他就问他说 诶你妹妹 你现在单身吗 诶我儿子跟你 差不多年纪耶 这样子 或是那种去洗头啊 买菜啊 或是路上 在排队 排公车 排捷运 遇到 他可能就想 听到说 这个女生很像 就是单身哦 然后就是 开始搭讪对方 然后开始跟他要电话 然后把电话 给自己的儿子 给自己的女儿 这种状况 绝大部分 不是说 不会成 就是绝大部分 都会沦为 就是家长会 讲出很多 很可怕的事情 就开始 自己把自己的 小孩的一些 私事拿出来 跟另一个 陌生人分享 说哦 他之前那一段 五年啊 然后后来分手 很惨被劈腿啦 什么这些 然后远距离啦 什么这些 你知道就把你的 私事全部抖出来 然后甚至在 对方面前 或是在一些 长辈跟长辈之间 也是会聚会 然后他就介绍 他的女儿 他介绍他的儿子 这样 然后就说 我儿子吗 我儿子现在在念什么学校 他之前那一段 我真的很不喜欢 那个女生 我也很不喜欢 那个男生 什么这些的 然后就开始 两方在大肆的 揭秘自己小孩子的情史 然后希望 就是撮合自己的 儿子跟女儿 可以见面 吃饭 甚至交往 就是这种作为 真的是偏可怕 因为就是 长辈有时候 没有那个分寸 他会觉得说 我就是你的爸妈 我就是你阿公阿嬤 我就是你的 叔叔伯伯阿姨 没关系啦 然后就是会抖出说 啊他你知道 四季年都没有谈恋爱啦 啊就是母太单身 什么这些 其实你根本就没有想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他就是大肆的宣扬这件事 就让你变得超级尴尬 即便你遇到那个他推进的对象 你又觉得说 算了算了 我真的不想要让就是两方都认识的人 然后跟你有交集 因为就是会互相传话 就觉得很麻烦 而这第四点 现在第五 我关于说脑人的matchmaker行径呢 你可遇过 就是五 就是暧昧对象 反过来帮你介绍对象 你有没有遇过在交软体 或是身旁遇到的同事也好 好朋友的朋友也好 就是你本来跟这个人是有点那种 你自己觉得对他是蛮欣赏的 然后也开始有想要单独约他出去见面吃饭 但他有一天突然反过来说 哎我有个朋友 我觉得很适合你 你就想说 他感觉就是没有catch到你 对他是有好感的 所以他反而就觉得说 哎我身边有个很不错的对象 因为你跟我在聊天的时候 不断的在聊说 哎你现在就是单身啊 你现在就是之前的感情状况怎么样啊 然后他突然觉得说 身边有一个人 就是很像跟你是蛮合的来 他想要把他推荐给你 但他却没有感受到 其实你喜欢的是他 那这个状况就是超级尴尬 因为你就是想跟他单独吃饭约会 就是单纯是觉得想多认识这个人 但这个人却 他也有可能有两个心态 一是他真的就是比较 雷达比较没有开启 所以他就没有意识到说 你对他是有意思的 或者是他其实是有感受到 你对他有意思 但是他就给你这个软钉子 就是他藉由 我推荐别人给你认识 来告诉你说 我对你是没有往那个方向去想的 所以不管怎么样 这样的所谓的matchmaker 就说让你非常尴尬 而就第五点 好啦 今天就是以简单的五点来聊聊 关于说不要乱点鸳鸯谱 脑人的matchmaker行径 你可有余果 提供给你做参考 最后面呢 跟大家聊聊 最近歌手2024 真的是蛮火红的 那他最近已经走到第六期 那我是歌手这个节目 我以前过去那几季就是会片段的追 除非有些比较欣赏的歌手去参加 我才会认真的看 那也不会完整的看 就是看他单独的片段而已 但最近这个因为他主打是live 所以就会特别好奇 这些人到底唱的如何 那到第六期了 前面什么shanty mo 或是什么fawzi啊 这几个人真的就是很会唱 所以就会特别的注意 他们的翻唱 然后当然前阵子还有什么 杨成林也好啊 纳英也好 这几个歌手都是重点 我会想要去听听看他们的表现 那走到第六期了 其实我觉得大底上 就是新加入的歌手 没有特别让我觉得惊艳 除了黄轩 黄轩是我觉得就是里面的编曲 或者他的歌单 就是会比较符合我个人的口味 所以他在这后面这大概四五六吧 的排名就是都偏后 我就觉得蛮惊讶 因为我觉得他改编 他整个舞台的表现 都是有跳脱出原本这首歌的框架 就比方像什么印第安老板酒 或是他最近那个你的甜蜜 这些东西都是 你去听原曲跟他的翻唱 就是完全会 就是很惊艳于他的重新编排 或他的唱功 那当然像什么孙楠啊 纳英这些就是很基本资深歌手 他的那个唱法 说实在就是摆在这种竞技歌手里面 的确像孙楠就是很稳 音准很好 但是说实在我个人就觉得 就是偏比较有一点 就是他的唱功 但你就会说他的音准 他的确很有实力 没错 但放他现在因为对比的 就是有点像是 你今天拿苹果去跟草莓比 就是Fawzi啊 或是像湘天梦 他们就唱西洋这种 就是很多转音也好 R&B很炫技的歌 对比孙楠 你就觉得就是很难去做 真的放在同个平台去做评价 那像纳英就真的是过于紧张 其实我刚开始看这个节目 我也对他期待很高 但这几期看下就觉得说 他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特别紧张 或是他的选曲 感觉就是他希望 就是很安心的把这首歌唱完 所以他不会有过多的改编 甚至他唱的时候 你会帮他捏把他冷 他觉得说他唱得很战战兢兢 但后面有那个新的街板歌手 是那个张玉琪 他上一期是对战黄旋 他赢了黄旋 所以他等于是就留下来继续比赛 但他这一期就被淘汰掉 但不得不说 他的选曲是真的比较年轻 因为他才20岁左右 但他的声音特质比较特别 就是有点闷闷的 比较适合唱摇滚类的 但他这一次的表现 就真的没有像上次这么好 所以被淘汰掉 那汪苏龙就是 我对他的评价是 就是他可能就是比较适合满歌 但他的选曲或他的唱功 摆在这个平台上面 就是比较吃亏 所以就是我看他都基本上 就不太会有什么 太大说哇很吸引我 或是让我觉得 哇很惊艳的感觉 就是OK 就是好听的情歌这样子 那里面比较起来 就是像Shantay Mo 第一期就是让他非常惊艳 他翻唱Alicia Keys的那首歌 那Fawzi是一直都有在做变化 他就是也是20出头岁 就是那00后 但他的唱功 你就会觉得说 哇真的是很厉害 但我觉得他跟Shantay Mo 都有一个同样的问题 就是很会唱没有错 但同时他翻唱的时候 我不知道是因为 是外文的关系 而且他们翻唱的歌 都是大哥 就像什么Adel 或是什么惠妮休斯顿 那你就会对于原曲 非常有印象 所以他翻唱的时候 他当然就是可以唱出 他自己的氛围 或者唱出他的氛围 你也会觉得他 哇他真的很会唱 你不得不佩服 他们真的都很会唱 但就是可惜在音色这件事情 对比音色 他们可能用个词叫做音色流氓 我觉得那音就是所谓的音色流氓 他的唱歌的那个技巧 或许不像Shantay Mo 或是Fawzi这么厉害 但是他的高音处理 或者他的音色一出来 你就会知道哦 纳音 你会非常记得这个声音 但是像Fawzi或是Shantay Mo 他的确很会唱 没错 但是说实在 如果今天给你十张专辑 然后都是放外文歌 你放在一起听 很有可能 你可能是分辨不出来 Shantay Mo 在这个诗歌歌手里面 到底谁是Shantay Mo 那Fawzi是在高音的一些转音上面 的确他有他自己的特色 可能这个地方还认得出来 但就是以音色流氓 我所谓的音色流氓 是像纳音 或是像Adel这种 就是他的记忆点实在太高了 那他们的唱功的确很强 但是听久了 你就会觉得说 很像就是会有一点 那个听觉疲劳 就是你如果把他的组曲 放在一起一起听的话 从第一期放到第六期 把他的歌全部拼在一起 然后一次听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OK 他们的编排 因为比赛的关系 所以一定会有 后面很炫技的部分 但那个炫技部分 它是否能够让你真的 带入到那个歌的情绪里面 就是我刚刚说的 所谓的音色流氓 就是这些 他音色非常强势的歌手 就是他可以带入感很强的 即便像纳音 大家可能觉得他唱功在这边 就绑手绑脚 或是有点飘啊 但是你不得不说 他的带入感是很强的 但就是说到Fozzi 跟Shantay Mo 我就会觉得他们唱功 的确是非常强 但他带入感这件事情 就会让我觉得 有时候听你就觉得 哇 很厉害很厉害 但Actually你应该听不进去 你的心里面去 这点是我个人在听这个比赛的时候 但我还是会把他们两个排名 排在很前面 因为他们唱功真的很强 那就是这点会让我觉得 哦 为什么 为什么听久了 还是会觉得有点疲惫 你就会觉得好累哦 你不会想要再把这首歌 重复的播放第二次 就是你听一次 你就是哇 好精彩 但我没有办法再接受 我再听第二次 那个情绪起伏 但为什么我喜欢黄轩是 他的编排是 你在听第二次第三次 单曲去巡回播放 你会觉得说 他的编排是真的很有意思的 然后听不会这么 视觉上这么疲劳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我个人比较偏好 黄轩在里面的表现 好啦 那就是单纯分享一下 这六期听下来的感受 提供给你做参考 好 那听完今天的节目 不管是你对于前面的Matchmaker 或是后面的歌手2024 有怎样的心得 或想跟我讨论的话 都欢迎到IG跟我做互动咯 好啦 那就今天的 其实你应该下次见咯